杨子新剧刚开播就发现 昔日的草根男友竟然是一个富二代 当初成欢的妈妈 因为看不起这个穷小子 对他们是严防死守 只因为女儿回家晚了 就对着男朋友破口大骂 甚至就连他们的隐私也要过问 女儿是满脸的尴尬 但是更尴尬的还在后面 你跟家亮有没有睡啊 瞬间电梯里的同事 就向他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其实妈妈之所以这样 就是没看上成欢这个穷男朋友 不过很快他就会被狠狠打脸 到了公司 大家都在为了接待客户 而做准备 结果负责的同事却忘了订蛋糕 于是他们就盯上了成欢的蛋糕 但是却被他明确拒绝 这时成欢就出去接了一个电话 结果回来之后 就被新来的姚总监当场质问 他们竟然把成欢送给男朋友的蛋糕摆了上去 上面的几个大字直接激怒了姚总 那个心机同事却一言不发 于是成欢就打算找姚总解释清楚 结果他却对真相毫不在意 被辞职的成欢就跑去跟男友抱怨 结果男朋友却霸气发言我养你 但是很快 男朋友的富二代身份就要藏不住了 随后他为了能挽回工作 就对姚总开启了死缠烂打模式 而这时碰巧他要开一个紧急会议 必须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感到松江 但是现在又是早高峰 开车根本到不了 于是成欢临机一动就带姚总坐了地铁 因为他是第一次坐这么多人的 地铁所以瞬间他就变得很设控 结果成欢却滔滔不绝地做起了自我总结 他细数了自己这么多年对公司的付出和成绩 希望能挽回这次的工作机会 结果姚总却十分尴尬 最终成欢带他骑着共享单车 准时地到达了目的地 于是姚总就给了他一次将功不过的机会 结果转天他才发现 这个客人竟然是自己未来的公公 当初成欢妈以为新家亮 就是一个外地的穷小子 所以对他从来就没有好脸色 恨不得女儿早点跟他分手 不过他们两个虽然得不到父母的祝福 但感情却十分稳定 所以家亮就一直后悔没有 跟成欢实话实说 但是妈妈却看不起成欢的出身 认为他是弄堂公主上不了台面 直到这天 成欢无意中发现了男朋友的真实身份 他才知道交往了这么多年的男朋友 竟然是一个富二代 结果他却非常的生气 因为这么多年 自己一直生活在谎言里 结果他却是一个不用努力的富二代 所以一瞬间 成欢就觉得自己的真心被辜负了 于是回到家 成欢就把他们吵架的事情告诉了爸妈 结果妈妈立刻就借题发挥 吵散了算了 随后对着他又是一顿贬低 不过很快妈妈的态度就会发生360度的转变 这时嘉亮捧着 花在外面跟成欢道歉 声音立马引来了附近的围观群众 所以 嘉亮就当着众人的面 承认了自己富二代的身份 这时 成欢妈还以为他在吹牛 认为他就是假装有钱的凤凰男 想骗成欢的本地户口 随后他越说越激动 甚至要出门打人 于是成欢就告诉他 他刚刚说的全都是真的 这时妈妈才反应过来 他真是一个富二代 所以在成欢越想越气 要下楼跟他说清楚的时候 妈妈立马就来了一个穿剧便脸 但他以前骗你 肯定是有原因的 紧接着 妈妈就化身暖心丈母娘 立马帮着嘉亮说服生气的女儿 不过还好 成欢的弟弟是和他一条心的 最后在嘉亮的诚恳道歉下 成欢还是原谅了他 结果后来 却上演了一场 为过门媳妇手撕恶婆婆的戏码 爸总上一秒还说自己谦卑不醉 结果一杯下肚 就直接当场下跪 两个员工真是犯了难 不知该如何把老板送回酒店 结果成欢灵机一动 就跟饭店建了一个推车 所以昔日高冷的霸道总裁 就这样沦为了推车上的工具人 于是他们立马和姚总 来了一张难得的合影 随后怕被人认出 还特意帮他蒙上了头 结果到了酒店 他就耍起了酒疯 成欢根本摆弄不动他这个大块头 所以险些失手杀人 随后他们发现姚总的脸都死了 所以就立马给他掐人中 就这样 他们两个连脱带拽彩 把他运回了房间 但是即便如此 姚总竟然还没有忘记身世风度 大方算是刻进了他的基因里 但是下一秒 他就开始放飞自我 结果吓得成欢立马落荒而逃 结果当转天 姚总一睁眼 合住就立马开始接牢底 那时的姚总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苦心经营的霸总人设 就这样破灭了 甚至合住还 拿出了证据 让他彻底死心 于是上班的时候 姚总就喊来了成欢 所以他为了收买成欢 就拿出了两张他们酒店的 高级套房外加豪华晚餐的套票 然后作为员工福利送给了成欢 于是他就开心地 把票送给了爸爸妈妈 但是没想到男朋友的突然求婚 却让他丢尽了面子 女孩第一次策划活动 结果却被男朋友反策划 活动开始前 大家就发现 实际售票和到场的人数有偏差 所以只能继续去现场核查 结果突然灯光一暗 又冲出了一群舞蹈演员 这完全没有按照正常的流程 带走原定的父母爱情主题 却从天降了一个变形金刚 围观群众瞬间就惊掉了下巴 随后变形金刚缓缓地向成欢走去 然后又突然单膝下跪 打了成欢一个措手不及 结果摘下面具才发现 竟然是自己的冤种男友 这时他一定认为自己帅呆了 然后就拿出戒指 正式向成欢求婚 结果却被星基同事抓到了把柄 你去把朱总叫过来 而另一边 围观群众都在道德绑架 让成欢答应求婚 但是成欢是在工作 男朋友的突然求婚 算是毁了这场活动 于是经理就立马过来质问 结果佳亮看到女朋友被凶 就立马踢着大刀过来了 随后得知他的身份 更是不客气地说 啊猪桌 你就是那个猪是吧 完全没有把女朋友的事业放在眼里 不仅毁了成欢辛苦筹备的活动 还得罪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然后又肃起了苦 明明是他在不合适的时间 做了不合适的事 还说了不合适的话 让成欢在同事的面前 丢尽了面子 甚至还要丢工作 结果现在 他却把自己塑造成了受害者 后来又主动提出 想让双方父母见面 于是成欢妈就满怀期待 想要把女儿 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结果当家亮 把双方父母见面的事情 告诉妈妈 姐姐却表现得十分不耐烦 弟弟结个婚 可把他忙够呛 拿枪拿掉的四样子 还有脸看不起别人 于是他就打算 给卖家来个下马威 说完 妈妈也表示了赞同 结果当卖家人得知 在高档餐厅见面 还以为是受到了重视 妈妈为了不给女儿丢面子 翻箱倒规地找衣服 成欢其实并不在乎这些 但是看到妈妈 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于是 他就借机带妈妈 去了商场买衣服 而妈妈也是掏光了家底 要给女儿 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为的就是不让对方看不起 结果当他们见面才发现 家亮的爸爸 根本就没来 随后大姑姐 就开始拿枪拿掉的下马威 她以为自己吃了几顿好的 就是人上人了 还故意刁难成欢 让她去点菜 但是成欢就是在高档酒店上班的 所以踢到她 算是踢到铁板了 随后成欢爸爸 为了表达诚意 就敬了他们几杯 结果却遭到了大姑姐的调侃 红酒是要慢慢品的 所以 就连弟弟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这个姐姐却不知收敛 他们打骨子里 就没看得起卖家 于是卖成欢直接忍无可忍 就无需再忍 成欢从来没想过攀附他们家 如果不是家亮死皮赖脸的求他 他们也不会来吃这顿饭 结果这个大姑姐还倒打一耙 大呼小叫没教养 只有没教养的人 才会把教养挂在嘴边 最后 他也彻底不装了 奇葩姐姐大闹弟弟的订婚宴 什么难听说什么 直接把卖家人气得愤然离席 导致成欢都要重新考虑 和男朋友的关系 这时 家亮才跟姐姐发了脾气 结果他还不知悔改 可以说 有这样的姐姐在 他早晚要孤独终老 其实最难过的 还是成欢 他对男朋友 是有真感情的 但是他的家庭 以及他今天的表现 都让成欢非常失望 结果当成欢告诉妈妈 要分手后 他却劝起了女儿 妈妈还是看中了 他们家的钱 认为女儿 好不容易掉到了一个金龟婿 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 但是成欢却态度明确 这时的妈妈 甚至要做出退让 还提出要取消老家的婚礼 为的就是想挽回女儿的金龟婿 后来成欢懒得跟妈妈掰扯 就去找了闺蜜诉苦 他认为自己跟男朋友家庭的 差距太大 如果结了婚 那么以后的矛盾 只会更大 这是家亮一个劲地发消息 恳求成欢的原谅 但是他却对男朋友失望透顶 他但凡站出来说一句话 我们也不会闹成这么僵 所以 男朋友就是不作为的妈宝男 但凡他为了成欢能强势一点 也不至于闹到现在的地步 于是 他们为了释放情绪 就跑去了酒吧买醉 结果喝醉了的成欢 就开始放飞自我 直接抢走了歌手的麦克风 就大胆开麦 弟弟连忙把姐姐拽了下去 但是根本拦不住他 一父一母的亲兄妹 今天终于相认了 原来是成欢妈惦记上了老太太的私房钱 成欢爸当场就表示了拒绝 因为他毕竟只是自己的继母 而且已经几十年没有了来往 虽说成欢时常会去看望这个奶奶 但毕竟不是亲孙女 结果成欢妈却不死心 还真拎着水果去了养老院 但是老太太却不在房间 而另一边从国外回来的亲孙子 正在陪着奶奶吃饭 因为这家餐厅 就是奶奶的产业 所以 姚志明就建议奶奶 把这家餐厅 委托给更专业的人带运营 才能让这家餐厅更上一层楼 这时 成欢妈就找了过来 碰巧就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我打算对你办张卡 原本是孙子孝顺奶奶 想让她享受高级的上门医疗 结果成欢妈一听到办卡 就以为是骗子 于是就直接冲进来打了她一下 所以当成欢赶来的时候 就被告知 你妈妈打了我的亲孙子 结果这时 姚总就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所以现在她才得知 公司新来的领导 竟然是自己一父一母的亲哥哥 而妈妈得知 她是女儿的领导 也被吓了一跳 随后 妈妈也没有忘记这次来的目的 她不顾成欢的阻拦 还是跟奶奶开了口 成欢立马就制止了妈妈 不让她再说下去 并且告诉妈妈 说她和家亮的问题 并不是嫁妆能解决的事 于是 奶奶就把成欢单独叫了出去 然后她就把最近的烦心事 告诉了奶奶 因为她和家亮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但是两个家庭巨大的差距 让他们的心越走越远 不过成欢却拒绝了奶奶的帮助 因为她只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改变家人的生活 于是奶奶就把自己带了大半辈子的祖传手链 送给了成欢 希望可以给她带来好运 麦成欢突然多了一个霸总哥哥 昔日高傲的恶婆婆 也低下了她高贵的头颅 因为自从这对异父异母的兄妹相认之后 奶奶就叮嘱孙子 要好好地关照成欢 结果这天酒店就来了一个闹事的客人 因为她在网上预定好了房间 结果到了前台 却被告知已经没房了 于是 她就要拍视频在网上曝光 所以这时成欢就主动站了出来 成欢先是表达了对客人的理解 然后就承诺说 一定会为她协调出一间房来 她首先去前台做了了解 发现确实已经没房了 然后她就突然想到 姚总有一套自住的房间 结果姚总毫不犹豫 就掏出了自己的房卡 这才让他们及时地化解了危机 但是后来他们才知道 这个女人竟然是一个网红 她还在网上公开地表扬了成欢 所以 因为这件事 姚总就直接给成欢升了职 于是为了表示感谢 成欢就请姚总喝了咖啡 结果姚智明确提出 倒不如周六陪我去养老院看奶奶 但是成欢却告诉她 自己每周六都会去陪奶奶喝下午茶 于是姚总就不理解地表示说 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为什么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结果成欢却对了回去 然后又反问姚总 为什么你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来看奶奶呢 于是姚总只能无奈地解释说 当年她的爷爷移情别恋 奶奶就果断提出了 离婚后来 爷爷带着他们去了国外做生意 所以就慢慢地跟奶奶断了联系 这时成欢才得知 奶奶还有这么一段伤心的往事 但是当时姚志明还小 并不能做什么 所以现在长大了 就想着回国陪奶奶 结果当男朋友的家人得知 他们竟然跟姚总攀上了关系 于是立马就换了一副面孔 求到了成欢妈的面前 当初拎不清的妈妈 前脚刚被人羞辱 结果后脚 他就逼着丈夫去给亲家公送礼 因为他不想让女儿错过嫁入豪门的机会 所以即便不被当人看 他也要上赶子去缓和关系 于是转天 爸爸就像一个店小二一样 去找了亲家公 结果却热脸贴了冷屁股 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 当他得知 麦家竟然跟姚总有亲戚关系 所以就立马客客气气地 换了一副面孔 于是回家 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 而他们家的家具厂 现在非常需要这次的招标 于是家亮爸就给妻子下达了任务 让他无论如何 都要缓和跟麦家的关系 所以转天家亮妈就一路尾随 跟着成欢妈进了菜市场 然后他就主动过来 搭讪后 他就直接来了成欢的家 于是 他先是批评了自己不懂事的女儿 随后就违心地夸起了成欢妈妈 听到女儿被夸也是满心的欢喜 于是就不计前嫌的交加量 妈做起了辣酱 随后他就事先放出了烟雾蛋 营造出了一种 想尽快让他们结婚的感觉 然后他就直接步入了主题 紧接着他就卖起了惨 说这单生意对他们家有多么重要 而他们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能让孩子们过 上好的生活 所以在他的忽悠下 成欢妈立马就上了套 成欢妈是掏心掏肺 真把他们当成了一家人 结果人家出了门 就把他的辣酱扔进了垃圾桶 而他却傻乎乎地 真去公司找了姚总 然后他就开门见山 结果当成欢得知妈妈来了 就立马把他硬拽了出去 妈妈以为有了姚总的关系 他们就能被新家看得起 但是很快 他们就会被人打了脸 奇葩姐姐在婆家不受待见 就天天掺和弟弟的婚事 前不久 又在妈妈的面前挑拨离间 随后他就提出 准备一份婚前协议 但是他却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因为新家打算利用成欢 和姚总攀上关系 于是新爸大手一挥 就给他们买了一套婚房 而且还提出要过户给成欢 但是成欢根本不想要他们的房子 而且他也非常拎得清 知道他们给自己买房子的目的 家亮也没有否认 他认为公司以后 都是他们两个人的 成欢现在邦邦自家的公司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于是成欢就明确地拒绝了他 并且也表示 不会收下这套房子 打印机里发现了 带有姐姐名字的婚前协议 所以他立马就告诉了姐姐 于是成欢当场就质问新家亮 其实新家亮也并不知道 婚前协议的存在 但是成欢却因此看清了 他们家一边想利用成欢 一边又防着他 最终的下场就是人才两空 而家亮用脚趾头 想都知道 一定是自己做死的姐姐倒的鬼 妈妈向来跟姐姐穿一条 裤子而姐姐在婆家唯唯诺诺 屁都不敢放一个 结果到了娘家却想当家做主 什么事都掺和 所以这种家庭谁嫁进来 谁遭罪 结果当爸爸得知了 他们让成欢签婚前协议的事情 就大骂了他们一顿 能不能给我少留点幺蛾子 于是转天新爸为了挽回局面 就专程来找了姚总 他先是利用成欢的关系 套了半天的近乎 然后就跟成欢道了歉 还批评了自己的女儿 结果当成欢刚想开口 他就进了电梯 结果到了招标这天 新家竟然意外落选 于是气急败坏的新总 结果家亮却把责任推到了成欢的身上 所以成欢一时间就成了众矢之地 被大家当场质问 而这个男朋友却唯唯懦懦 让成欢来背锅 你们觉得这个男朋友还能要吗 新机女偷用卖成欢的邮箱 给竞标公司发了泄密的邮件 导致她成了众矢之地 一时间百口莫辩 结果不仅男朋友不信她 就连姚总也质疑她 所以一时间 无法自证清白的成欢 就躲在卫生间里崩溃痛哭 而姚总也是面冷心热 立刻就下达命令 把这一个月 行政办公区的监控录像给调过来 随后成欢就找到闺蜜倾诉 她不理解自己勤勤恳恳的工作 为什么会落到现在的地步 但是 她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于是她 直接找到了新总的秘书 因为他们是大学同学 所以朱宝翘曾经就试图收买过成欢 但是却被她明确地拒绝了 所以成欢有理由怀疑 是她收买了其他同事来线 害自己 不过很快 姚总就查出了线索 但是这个人捂得严严实实 根本认不出她是谁 于是成欢就立马锁定了自己的死对头 因为她已经不是第一次陷害自己了 结果她却嘴硬得很 成欢先是指认了她的戒指 成欢稍微用点手段 她就原形毕露 所以这么低的智商 还是踏踏实实做一个老实人吧 于是当成欢 把证据放到姚总的面前 新妓女百口莫辩 也只能承认 然后就开始卖惨 想寻求成欢的原谅 结果就连经理也试图替她说情 成欢直接拒绝道德绑架 因为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她置你于死地的时候 可没想过你的下场 结果成欢公事公办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是在经理眼里 她却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 因为板子没打在自己身上 她永远不知道会有多痛 而新妓女也顺势卖起了惨 她哭得梨花带雨 在这卖惨 但是出门在外 谁又比谁容易呢 事到如今 她竟然还不认错 而成欢也不是无脑的白莲花 是非对错 一直坚守在她的内心 前不久 姚总利用成欢 扳倒了自己的死对头 导致他们有意的小船 说翻就翻 作为上司 姚总的做法并没有错 但是 作为刚刚相认的异性兄妹 她的做法 算是深深地伤害到了成欢 姚总算是给成欢上了一课 但是 随后她就担心 成欢会跑去跟奶奶告状 于是 她就直接跑去了养老院 结果却被告知 她向来在我这 只报喜不报忧 随后奶奶得知 成欢受了委屈 就批评了孙子一顿 所以 她就吃醋地认为奶奶偏心 随后 姚志明也觉得惭愧 就让助理去人事部 挑一个好的职务给成欢 结果转天成欢 就主动提出我 申请调职 于是姚总一时来起 就把她调去了 酒店公寓的物业部 成欢也欣然接受 去了物业部 就相当于降薪降职 而且工作繁琐 还吃力不讨好 所以 同事只能苦中作乐地 安慰成欢 而姚总 其实也是想磨练一下成欢 结果当她去物业部才发现 这里的业主 一个比一个难伺候 所以 成欢只能化身外卖小妹 结果还被挑三减四 随后又被安排去拿快递 拿完快递 又要帮她 往干洗店送衣服 甚至就连他们家的狗 都得卖成欢帮她溜 可以说 来到这里 成欢彻底成了老妈子 结果她一转身 竟然看到了姚志明 没想到她竟然追到了这里 所以作为管家 成欢也只能强颜欢笑地 为她提供服务 其实姚总也是 很在乎成欢的 结果很快 成欢就发现了 那个惊天大秘密 起因是 成欢妈为了让女儿 嫁入豪门 明知道人家看不上她 还上杆子去舔 进了家门 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问东问西 家良妈是一脸的不耐烦 但是 她却非爱贴人家的冷屁股 立马拿出了 自己做的熏鱼 来巴结人家 但殊不知 你做的东西 根本入不了人家的眼 随后成欢妈 就主动提起了他们的婚事 丢项目的责任 推到了成欢头上 而且还单方面取消了他们的婚约 于是 成欢妈就开始大喊大叫的闹了 起来家亮在房间听到了一切 却无动于衷 结果新家丽却下了楼 于是 她就莫名其妙地说 自己做人干干净净 女儿工作勤勤恳恳 哪像你啊 整天待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啃老你 于是 家亮妈为了维护女儿 就直接下了逐客令 但是临走前 她却突然得知 得知他们 竟然让女儿 签过婚前协议 成欢妈立马又杀了回去 而这时 成欢得知 消息也赶了过来 不想被欺负 就赶紧分手 非要在这里拉拉扯扯 大喊大叫 成欢拦都拦不住 女儿好不容易安慰住了妈妈 结果又被新家丽的一句话 刺激到了 没教养 这时在一旁偷听的家亮 才忍不住地出来 于是成欢 就打算跟他们摊牌 随后 她就当众跟家亮正式提了分手 说完她就拉着妈妈往外走 但是妈妈 却对这个豪宅依依不舍 别人都气到头上拉屎了 她竟然还不让女儿分手 家亮追了出去 姐姐又开始发号施令 新家亮干什么去 她一个嫁出去的女儿 在娘家15和6 如果没有她 成欢和家亮 也不至于分手 而妈妈看到家亮追了出来 就非逼着女儿 再跟她好好谈谈 结果她竟然还委屈上了 如果不在乎她 成欢早就和她分手了 所以说清楚后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结果妈妈 却不想错过这个金龟婿 人家都骑到她头上拉屎了 她竟然还想着跟他们攀亲嫁 而分手后的家亮 依旧对成欢死缠烂打 竟然追到了她的工作单位 来捣乱 这时客人就怒了 于是成欢就让她赶紧走 但是无论她如何死缠烂打 成欢都时刻保持着清醒 因为她知道 新家就是一个虎狼窝 婆婆和大姑姐 一个比一个刁蛮 而偏偏家亮 又是一个撑不起来的妈宝男 所以 这种家庭就应该绝后 但是妈妈 却偏偏看不清这一点 甚至还想要自取其辱 说她为了让女儿 嫁个有钱人 连尊严都不要了 不过还好成欢拥有一个大智慧的奶奶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奶奶 却是想方设法的逗成欢开心 后来 她为了让成欢 尽快地走出分手的阴霾 就命令自己的亲孙子 带他们去郊外度假 所以 老太太一声令下 即便是霸道总裁 也得耍宝卖萌 逗成欢开心 后来更是化身拎包小弟 紧紧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 结果这天霸总 竟然突发圣洁时 直接在成欢面前腾到昏厥 于是 他立马喊来了服务员 但是他们的酒店在荒山野岭 附近根本没有医院 于是姚总 便又解锁了一个新的交通工具 然后被连夜送到了医院 结果到了医院 姚总依旧坚持工作 也不喝水 麦成欢无意中撞见了新总 竟然跟秘书搞到了一起 于是他立马尴尬地逃离了现场 但是很快 他就收到了新总的封口费 还没等成欢拒绝 他就挂断了电话 但是老谋深算的新总 当场就反应过来 自己被算计了 你是不是知道 麦成欢掉在这了 所以 计谋被揭穿的珠宝鞘 只能约来成欢 想说服他 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但是成欢却对他的下作手段 一清二楚 所以成欢根本就不屑于做那种 背后嚼舌根的小人 而另一边新总 却是小人之心 他表面上扮演着 为了孩子好的严父 但实际上 却是为了掩饰自己 做的龌龊事 而新加利看到爸爸 难得地跟自己统一战线 于是就连忙嘲讽了几句 他现在还有心情在这里冷嘲热讽 殊不知 很快他们家就要大祸临头 因为珠宝鞘 竟然意外查出了怀孕 所以他认为自己 有了资本 就开始逼婚 但是新总也不可能为了一个 他就抛弃那么大的家业 结果在拉扯间 新总就因为脑梗而晕倒 因为他的身份尴尬 所以只能请成欢过来帮忙 而成欢懒得搭理他 就直接把医院的地址 转给了家亮 新总的银行卡没有还回去 于是他也赶去了医院 结果刚来医生 就急着找家属 签手术知情书 趴拔担责任 就立马装兔逃走了 他们还有三十分钟的路程 所以情急之下 成欢就签了这个字 碰巧这时 姚总就赶了过来 他不理解非亲非故成欢 为什么冒着风险签这个字 但是成欢却说 自己不能见死不救 所以就在新家人来了以后 他们的对话 全被新家力听到了 所以就在新家力 要向他开炮的时候 我怀了你爸的孩子 妈妈被当场气晕 于是新家力就追着他打 结果他却躲在了成欢的身后 结果新家力这个疯狗 竟然把气撒到了成欢的身上 因为他是孕妇 所以大家都让着他 不过还好有姚总在一边护着他 所以紧接着 成欢就直接跟他摊牌了 所以今天我来是还钱的 不是让你来羞辱的 说完成欢转身就走 但是新家现在 却是一团乱麻 所以这时的新家力 就想起了成欢的好 昔日不可一世的大姑姐 也不得不向他低头 但是现在的成欢 他们可高攀不起 原来是新总被小蜜 气出了脑梗 结果他却怕担责任 当场就溜了 所以是成欢冒着风险 帮他签了手术同意书 于是当他清醒之后 就第一时间给成欢 打了感谢电话 随后他真心实意地 跟成欢道了歉 因为之前 他们不止一次羞辱过成欢 和他的家人 结果现在成欢却不计前嫌 救了他一命 所以危难时刻见人品 家亮爸如今对成欢 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甚至还想试图挽回这根媳妇 结果却被当场拒绝 说完成欢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所以当初的成欢他们爱搭不理 现在的成欢他们高攀不起 而家亮的脸上 也写满了遗憾 随后家亮妈就拒绝和爸爸见面 因为当初他们两个白手起家 还为他生了一儿一女 结果现在 却遭到了背叛 所以他拒绝和丈夫见面 就直接走了 于是女儿就立马出来嘲讽爸爸 因为爸爸刚做完手术 不能动气 所以他即便做了错事 也不应该现在刺激他 于是他就感受到了 自己女儿教育的有多失败 弟弟安慰完爸爸 就立马拽走了姐姐 所以到了晚上 他们就有了危机 他们担心自己的家会分崩离析 更担心爸爸会把家产都留给别人 随后他就埋怨起了弟弟 说他进公司待了这么久 对公司的运营情况是一窍不通 随后他就提出 让弟弟把成欢再追回来 但是家亮却一脸无奈 觉得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他们还是想利用成欢 但是成欢现在 却有了更爱他的人 爸爸的小女朋友怀了孕 所以他就担心 爸爸受人蛊惑 把财产都给了别人 于是他就想着 让弟弟赶紧结婚 因为只有让家亮 尽快结婚生子 才能留住爸爸的心 所以现在最合适的人选 就是卖成欢 而成欢妈这时 也在逼女儿去找家亮复合 他为了让女儿嫁个有钱人 就把他贬得一文不值 完全忘了 他们当初是如何被人家羞辱的 而成欢上班之后 又被一个奇葩客人刁难 住个高级公寓 还变得手无缚鸡之力了 于是成欢就解释 说管家是可以帮忙带拿的 结果他却高高在上地说 你是在叫我做事了 于是成欢就立马道歉 然后就呼叫保洁过来打扫 结果他却命令了起来 所以成欢只能徒手帮他清理 而这一幕碰巧被家亮看到了 于是他就使用了超能力 随后家亮就把成欢约到了地库 然后向他真心实意地道了歉 但是成欢却无动于衷 随后他又拿出了一份 月薪三万的高管工作 因为成欢最近被降职 降薪又赶上家里急需用钱 所以这份工作对成欢来说 充满了诱惑 但是他还是明确地拒绝了家亮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新家 根本得不到尊重 现在也只不过是想利用他 但是拎不清的妈妈 却看不清这一点 所以当他收到了家亮的信息 得知去看新房 妈妈立马就心动了 结果去了才发现 原来是新家立约的他 因为他们是有事相求 所以昔日高高在上的他 也不得不低头认错 而成欢妈本来就希望 让女儿跟家亮复合 所以有了台阶 他就立马下了 妈妈竟然瞒着女儿 把他骗到了订婚宴 仗着女儿孝顺懂事 他就想操控女儿的人生 所以当成欢进门的一瞬间 就彻底傻眼了 爸爸虽然知道 女儿是为了家产 但也十分的欣慰 因为成欢刚救了他的命 所以他对成欢这个儿媳妇 十分满意 但是很快就会乐极生悲 而另一边 当姚总得知的楼下宴会厅 竟然举办的是成欢的订婚宴 他就立马慌张地冲了下去 这时成欢就质问妈妈 这就是你说的为我好 在妈妈心中 有钱就是有了全世界 即便女儿婚后过得不幸福 也比过穷日子要好 随后爸爸和弟弟也赶了过来 家亮来了之后 成欢就直接拆穿了他们 其实家亮是真的爱他 但是辛加利却只把成欢 当作一个争家产的工具 他现在只想让成欢配合他们 演完这出戏 而妈妈就是他们最大的帮凶 于是成欢就淡定地走上了台 然后就跟大家坦白了一切 我与辛加亮先生已经分手了 这时台下的人们都慌了 而成欢也真诚地跟大家道了歉 结果妈妈就立马冲上了台 想逼着女儿完成这场订婚宴 结果妈妈口中的好人 遇到是就溜了 再一次丢下成欢 让他独自面对这一切 所以成欢是铁了心要分手 结果妈妈却威胁了起来 你敢走 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但是成欢这次 却并没有无条件的妥协 妈妈气急败坏打了女儿 也打断了女儿最后的一点心软 随后成欢抛下了一切 潇洒地走了 这是当众打爸爸的脸 直接就把他气晕了过去 这也算是辛加的报应啊 而当成欢真的要离家处走的时候 妈妈就彻底傻眼了 你要分手